之前的项目叫做Home Truck Care Provider 或者是叫Home Support Worker Private Program 那现在这个新的移民项目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提供了你在抵达加拿大的时候 就立刻获得永久居民 就第二点呢 它就扩大了那些工作的机构 之前呢 只是能去照顾那些小孩子 或者是Home Support Worker 这种呢 就是照顾老人 那现在呢 它已经把这个范围扩大 就是可以服务于那些半独立 或者正在从伤病中恢复的人 都可以去提供这个护理的服务 所以呢 这样就帮助了这些申请人 去更容易的去找到比较可靠的部署 新政策刚刚公布出来的时候呢 它同时还下调了一些 比较硬性的个人的规定 比如说 语言的要求就从CLP的五级下调到四级 而且现在只需要你拥有 加拿大高中毕业证书的学历 就可以 当然有要求到就是你在近期 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过去两三年之内 你又有至少一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那第四点呢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录用通知 Job offer 雇主去愿意去招聘你最基础的事情要求了 在6月18号 这个旧政策完了之后 新政策出台的时候 再会详细的说明 里面每一个项目 比如说语言 学历和工作等等这些资格的具体要求 就会在那个时候公布